嗨 大家好 我是艾莉莎莎 反正呢 我之前都有做很多 韩国红什么的系列嘛 对不对 但是其实最近呢 我更常来往的国家是泰国 今年一年到现在八月 我好像已经来了八次左右了 所以呢 我想说好 那现在我对泰国也够熟了 我可以来做一集 泰国红什么 其实我刚来泰国的时候 我去的地方大部分都是那种观光客爱去的 可是呢 因为我来泰国那么多次 然后就认识了很多泰国的朋友嘛 他们就有跟我讲一些就是当地人才知道 所以今天就要带大家去看泰国红什么 然后呢 我要带大家去的第一个 就是那边有一个百货 Ansphere 因为那个Ansphere 它是今年四月的时候才刚开的百货 大部分最新啊 最红的东西 都会在那个百货里面 有一家店叫做 然后那个奶油小熊 真的红到太夸张 你只要问任何泰国人说 现在什么东西最红 哪个餐厅最红 哪个咖啡厅最红 全部的第一名都是ButterBear 这就是Ansphere 一种年轻化风格的百货公司 我跟妳講 这个还好 因为我们今天星期二 而且我们现在是上班时间 这个是在买什么 就是买那个ButterBear ButterBear 现在大概有100个人在排队 我原本以为这家店它是有内用 就大家都只是在排外带 欸 要不要买一盒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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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买到了 好困惨 我们大概排了一个半小时有没有 而且它还没有内用区 所以现在我们要带回hotel去喝 回家了 好 首先呢 我的泰国朋友他们说 来这家就是第一推的 就是他们家的泰奶一定要买 哦 它很特别耶 它里面好像是那个泰奶的冰沙 然后上面有一个可爱的小熊 好喝耶 超好喝 你看它这样挤出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稠稠黏黏 好像不是很清爽 可是它里面是非常清爽 非常丝滑那种冰泰奶 然后甜度啊什么都刚刚好 重点是 都有 它里面很多口感混在一起 然后呢 第二个红的 嗯 怎么长这样 奶油另外附在这里 重点是我觉得他们家厉害的就是 真的是情绪价值做的满满 盒子啊什么每个都超级可爱 好疗愈哦 好可爱 いただきます 我觉得很好吃啊 它是面包然后很松软 里面已经有很明显的 咸咸的奶油味了 然后你再沾上这种甜甜的 Cream Butter 很绵密很好吃啊 因为很多人在Tita上面都说 嗯 还好 真的好吃啊 还要值得啊 还要再去排吗 然后我们还买了一个甜甜圈 嗯 很好吃耶 它里面是巧克力 我觉得很好吃耶 巧克力是苦甜巧克力 然后它外面这个面包又很酵母 那明天早餐再去吃好了 好 现在呢 第二个在泰国非常非常红的东西 Gentlewoman 我问了很多泰国的女生 然后他们都说 哦 现在就是这个牌子最有名 你看很多人走进去了 对不对 它的特色呢 就是他们觉得它的设计很像是 平价版的喵喵 然后说这里面最红的是它某一款 袋子 有妞感吗 有妞感 这个也好看耶 对 这是我感觉我会穿的 那我觉得这整家还是有点 比较泰 比较缤纷的感觉 对啊 你看这个 就觉得是一个 蛮素 蛮漂亮的小半身 诶 这转过来 哈哈哈 我觉得 它就是有点夸张 韩国的版本 可能这边会有一个蝴蝶巾 这一个 对对 它就觉得 蛮版 就是 是一个好看的时候 你看剪裁就是有点 嗯 不知道有点太薄吗 有点小怪 哦好好看耶 真的假的有到真的好看哦 真的假的有到真的好看哦 真的好看耶 可是我觉得它这也会显小 啊 你要在腰带上什么 这要看你像你在坐飞机 哈哈哈 哈哈哈 请尝尝你的坐飞机 对 找到一件 你拉贝 嗯 嗯 我泰国朋友说 反正这家最红的是他们的这个手袋 你看每个人都买一个 我买这个 我喜欢它那个金属的脸 这超可爱的 嗚 我们才介绍到第二个红的泰国的东西 我们现在回家 因为我头发超油 我不觉得吗 就是我戴帽子蛮好看的 可是呢 一脱下帽子 你的刘海 很扯吗 很扯 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个要去夜店的行程 想说 赶快回家先resettle一下好不好 好 现在呢 回到我的饭店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油脂 很解哦 Oh my god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进行一个洗头的步骤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头发会这么油的圆胸 就是他们这家饭店的洗髮精 我跟你说它整家饭店啊 你用装潢什么都很有sense 然后员工也很好 但是呢 我跟你讲他们这整家饭店用的东西 就是很便宜的东西 譬如说他们的吹风机100元 所以我今天还买一个小米的吹风机 挤在这里用 然后他们用的那个洗髮精 我每次用就是每次大起头皮屑 然后头发一走出去就大油 所以我这次学乖了 我就把我自己最爱的 大家还记得吗 半年前的时候团购过一个grown earth 然后那时候业绩就是也是称霸韩国 所以他们就是又找了我一次 可是我上次团购的是那个冬天的修护款的 然后那一款它的味道是像那个 dipty的饮中汁水嘛 就超级超级香 然后我跟你们讲 其实他们家卖最好的 是这一罐 海盐控油洗髮精 然后它就是专门for夏天用的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我更觉得这一罐就是人生洗髮精 各位玩 你知道为什么吗? 第一是因为它是控油的洗髮精嘛 可是我用其他那种控油洗髮精的时候 我头发会非常的干涩 然后头发就很粗糙那种感觉 可是这一罐呢 它不会 所以我很喜欢它 因为它既控油 然后又不会起屑 然后你头发又是柔顺的 再来是 因为上次我团的那一瓶 它很厉害的地方就是 它的味道很像那个 dipty的饮中汁水 然后这一瓶它的味道 我觉得又比那一罐再更高级一点了 这一罐的味道是像什么 你知道吗? JOMALON的海烟玉鼠微草那一罐 欸有有有有 有没有有没有 我跟你讲它味道真的超级香 可是你又不会觉得它是到那种仿香的地步 因为它的木质调味道又再更粗重一点 而且我觉得它里面还带有一点点的薄荷感 有些薄荷的洗髮精 你边洗的时候你会觉得 喔 头皮好冷 可是它的那个凉的感觉是 一点一点微微的 你就是你静下心来会发现 欸对耶 你的头皮好像有一点点这样 这样呼吸的感觉 这下方放蛮多的 就很好起泡 因为是不是控油的洗髮精 有时候你也是很难起泡 好 你们看这个是我刚洗完头的呀 这样子 你摸摸看 是不是非常柔顺 好细喔 呼 然后呢我还有带他们家同系列的磨砂膏 就是它也是海岩与淑微潮的那个香气 重点是 他们家连磨砂膏 都是韩国磨砂系列的全品类冠军 他们家所有的产品一出来就是冠军 喷雾也是冠军 洗髮精也是冠军 磨砂膏也是冠军 所以大家要买的话就是一起买了 OK 那他们家的磨砂膏的用法呢 就是头发湿了之后 你可以先挤上磨砂膏涂抹 按摩头皮个三分钟左右 帮助去除头皮上的多余角质跟皮质 然后它里面的颗粒很细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会对头皮造成刺激 自己一周大概用一次吧 就是它可以深层的净化你的头皮 你真的洗完会觉得有一种 就是你头皮不曾感受到它这么的 可以呼吸的感觉 就是一个 而且它里面有一些微微的海岩颗粒 加丰富的矿物质 所以它可以清除头皮的老废角质 而且给头皮补充营养 好 现在呢 到了一个 就最近一两个月 然后就超多人在打卡这个 我觉得乖乖客也超爱 然后泰国人本身也超爱 就大家一定都知道这个 就是后面有一家新的太奶 连锁店 Kurum 然后大家都说它是太奶界的爱马仕 你有喝过吗? 有 就是一般会有奶味比较重 还有茶味比较重 那它是属于茶味偏比较重的泰奶 泰奶上面还有金箔 其实它比我想象中便宜 因为我原本以为什么爱马仕 然后一杯要四五百块才费 结果这杯大概八十五块一百块 对 好喝 它的甜度就是让你觉得是一个成熟大人味的泰奶 那你觉得这个比较好喝 还是刚刚那个Butter Beer的泰奶比较好喝 Butter Beer的那个泰奶好喝归好喝 可是一定会腻 你一定是两三个人分一杯 可是这个的话你真的可以自己一个人喝一杯 然后上面这个就是好看 它的味道好高级哦 有一点苦涩感 然后更滋滑 然后你会觉得它味道很干净 不像一般泰奶 你会觉得有点练乳味啊 太多混杂在一起 它这个是很纯净的 觉得冰沙它的很扎实 就不像一般有些冰沙它是很Q 我比较喜欢这个 对啊我也比较喜欢这个 因为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喝冰沙类的东西 真的是我目前喝泰奶第一名 很像水里面最高级的水 讲得好 就是很像那种大唇巾 流下来的奶茶 我刚才喝完那个什么 Carum 然后一回旅馆 旅馆的那个柜台小哥 他就一直推荐给我说 他最喜欢的Tea 就是Nose Tea 然后就是这个 柜家小哥 耶 这是他最喜欢的 然后他买给我 但其实我不知道在哪里 它是男生吗? 不是 它是橘子茶 这很贵的 155元? 为什么 为什么手摇引要155元? 就比我们刚刚 这个比Caren比Caren更贵? 你先试一下 然后你会知道 然后你会有点 对 怎么样 然后你放上去 我知道的 奶盖 反正他们说现在泰国很流行奶盖 你先试一下 你先试一下 觉得怎么样 蛮厉害的 可是还是太贵了 它有点像是那个 泰国的柳橙圆汁 再加下面梅子绿茶那种感觉 然后上面又有奶盖 哦 很多层次耶 泰国红什么的倒数第二个 就是我们的 Mukata 泰式的烤肉 其实我以前从来不知道 泰国有Mukata这种东西 然后今天我就跟那个Kimi 他是一个泰国线的YouTuber 我觉得其实它蛮像韩国同胆烤肉的 那有什么不一样 没有 没有不一样 我们坐在没有冷气的室外 因为很热哦 都流汗了 可是我的刘海就是依旧这样子 可以不要这样讲 好 第一是它的沾酱就是跟韩国的不一样 然后再来菜可以烤泡面耶 是外面这一圈是火锅哦 是火锅哦 吃饭了 但还不错 有点像是 前都的肉 然后沾泰国的酱 妈妈面 然后还有一个泰国这种烤肉店 跟台湾啊 或是韩国最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泰国无论你在哪里 都会觉得 非常鸭 你必须说话 这边的音乐都很大事 OK 现在晚上的 我的头发是不是很蓬松啊 反正现在呢 我们要去夜店 这个夜店呢 就是超级红 反正我任何年轻人的泰国朋友 全部都知道这一间 叫做 而且他们享受夜生活的方式 也跟我们台湾人不太一样 你知道吗 他们的夜店还有酒吧 几乎都会有lifetime 你会有点空耶 没有 因为我们是8点 他说晚上再晚会太多人 那我觉得 现在太空了 台湾游了 一下 你一天 三四成熊 很热闹 我跟你說這一家 他們喜歡這種聽音樂 然後最初聽那個 然後玩手機 我不懂了 我喜歡這個 但是呢 我要說這一家 我覺得他的職務 是我目前去過所有的酒吧裡面第一名的 而且那個主持人才會跟你互動 對 對 他一直看我們這邊耶 他大概人家 你看他裡面在那邊 他裡面在那邊 怎麼辦 怎麼辦你再回家 再一次 有了 有了 好 現在呢 我們就是拍完一整天的 泰國紅什麼了 然後你覺得 你平常陪我拍韓國紅什麼 跟泰國紅什麼 你覺得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我先說 我覺得他們呢 就是以食物為主 我們去看他們流行 沒有像韓國那麼震撼 就是你會覺得他是一個 以流行服飾然後打扮啊 可是泰國我覺得他們 紅的東西比較是食物 小熊 排到爆 摩咖哒就是爆滿 那個club怎麼可以那麼好吃 然後真的都有點大聲 哈哈哈哈 亂鬧 活潑 那你覺得全部這些紅的東西裡面 你自己最喜歡哪一個 我最喜歡那個耶 太難 我也是 好 翻 你們看我頭髮的狀態 是不是維持得還不錯 因為我現在真的是外面是32度 而且我們一整天跑了好多地方 我們還搭機車版的計程車啊 什麼這樣頭髮 你看我頭髮 是不是它還是蓬的 平常如果沒有用這一罐的話 我頭髮會是塌下去的 那這一次呢 我們就是 跟Grow us 就是之前我有團購過他們的洗髮精 之前我們賣這一罐就賣到了 八百萬的業績 很厲害 哈哈哈 可是其實這一罐修護型的 它其實比較是適合秋冬使用 春夏的話 尤其是夏天 真的是大推這一罐 海鹽控油洗髮精 因為它的控油力 是我全部洗過洗髮精裡面最強的 而且我覺得它洗完之後 不會乾涩 有沒有它非常的柔順 所以這一罐我自己評價超級超級高 而且我覺得它香味也是數一數的厲害 而且我覺得頭髮 如果是易出油 然後容易悶 容易塌的人 更適合用這一罐 如果你真的再更油一點的話 我覺得就是再搭配一個 他們的磨砂膏 洗完整個會感覺你的頭髮 哇它是一個新的頭髮的感覺 可是這罐磨砂膏就是 大概一個禮拜用一到兩次就差不多了 那洗髮精的話就是每天使用 好 那現在呢 我們都會有一個團購家 大概會位於 五折到六折之間 團購的時候 打的這個折數真的是非常的大 大家如果想要買這一排 韓國熱銷第一名的洗髮精的話 就是趁現在買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結束了 歡迎大家來泰國玩 也歡迎大家用 Grow Us的洗髮精 掰掰 走高 我們今天拍超累的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